中文喜寫文化日 为何我们会搞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因为想同学可以很轻松地学中文 以及想他们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化 我们的内容包括有摊娱游戏 有认识村剧 有话剧 有老班的投策机 有和中文和STEM合作的活动 我们就做了一个村剧的面谱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 有些是红色、黄色、蓝色 然后我就收藏了蓝色 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做 有些就说我不小心黏错了 然后在那边出来 然后慢慢黏下 然后大家就开始笑 因为他们是这样 你这个好夹笑 你这个好夹笑 然后大家好像笑到 连旁边楼上楼下都好像听到 在中文喜寫文化日 我就去听到话剧 在话剧里面就学到 例如技术具、市人地市之类 然后我就去玩了他话游戏 他话游戏里面 我就玩了实用文型格式 喜悦写议都设计了一些 一些游戏游戏 这些游戏游戏 都是根据 今年度我们学习过的 课程的内容去设计的 希望透过这些游戏 同学可以在活动的形式之下 游戏的形式之下 去巩固他们平日学到的知识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家长义工 和高年班的同学 去帮忙去主持这个游戏游戏 同学都会玩得很开心 也换了很多奖品 我在中文起声文化语歌 学识了很多词语 和很多有趣的诚语 我最喜欢的探话活动 是浪读语 例如我在中文起声文化语歌 拿了很多奖品 我很开心 如果下次再有中文起声文化语歌 我想再参加 起声文化语里面 我们有很多游戏玩 其中有拼字游戏 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看字是方筷字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结构 例如上下左右内外的基本结构 都希望透过游戏的方式 可以更加巩固看字的一些结构 懂得如何帮助他们的书写 分辨或认读一些基本的看字 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导师 教同学如何捉将棋 都知道将棋和斗兽棋 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奇艺 希望在这一天里 他们都可以加深认识 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奇艺 和好好地训练他们的脑筋 这次我们参加了 看Steam动画 读故事学语文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 我们会认识古代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叫老班 透过认识科学家 我们也认识木字的部首 和一些简单的句式 在过程中 我们也想小朋友 去体验科学精神 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投宅机 你做投宅机的时候 原来都不是一次过就可以成功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 可能都会遇到困难 我们就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去解决这些困难 最后点 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 好 方法呢 就是要把这些膠黏住这里 还有要用一些橡筋绑住这里 它才有力 是可以弹上去 我的方法就是 可以在这里夸多个圈 然后再绑一个位置 但是我还是不成功 然后下面一开始 这边都是弄不住的 原来我在上面再加多些 那些Blue Trap 那最后你们成不成功啊 成功 那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我们都很感谢学校 举办了这个活动出来 可以让我们轻松一下 还有呢 可以学到很多中国的东西